大家好,我是Steven 平时我们用手机拍的照片尺寸都比较大 但有些时候你会想把图片的尺寸缩细或加水印等等 但你的手机里面未必有这样的 App 又或者你不想打开 Photoshop 做这么简单的东西 今天就会和大家分享如何透过 NAN 将一个 Google Drive 的资料夹加入自动缩图加水印的功能 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无论用电脑或手机 只需要把图片放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不说那么多,马上开始 首先回到 NAN 上一集我们介绍了如何注册 Anyland 的账号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上一集的内容 然后我们按 Create Workflow 在开始之前我都喜欢的先规划一个 High Level 的 Diagram 看看整个流程究竟是怎样的 今次我们会将 Google Drive 作为 Trigger Note 然后我会在里面建立一个 Folder 叫做 1920x1080 至于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稍后我会再介绍 这个 Folder 里面有三个 Subfolder 包括 Inbox, Compressed 和 Original 当 NAN 偵測到 Inbox 这个 Folder 里面有新图片之后 我们会第一时间将这张图片移动到 Original 这个 Folder 里面 可以确保到不会因为特殊的情况 例如这个工作楼在短时间内运行多过一次时 因而重复执行而导致同一张图片被处理了很多次 而且也可以透过观察 Inbox 的 Folder 来判断工作楼是否有正常运行 然后会将图片下载到 NAN 里面 然后透过图片编辑的接点将图片进行处理 压缩之后再将新的图片上传到 Compressed 的 Folder 里面 就是这样,整个流程看上去其实不是很复杂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为什么要将 Folder 叫做 1920x1080 因为我们考虑到后组的扩展性 例如当我们完成了这些工作楼之后 如果我们想增强一下将图片可以压缩做不同的尺寸 我可以再建立多个资料夹叫 1280x 720 例如 例如880x 600 等等 然后我们再在里面建立相同的纸资料夹结构 再接下工作楼 到时我可以因应我想将图片压缩成什么尺寸 而放入特定的资料夹里面 接下来我们回到 NAN 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节点是选择 On App Event 我们可以直接搜寻 Google Drive 选择 On Change Involving Specific Folder 这个选项 表示当某个资料夹有任何变更时便会触发 同样需要设置 Credential 选择 Create New Credential 但今次就不像我们上次设定 Gmail 般简单 要填写 Client ID 和 Client Secret 就需要我们在 Google Cloud 里面做一些设定 虽然报价有点多 而且那个网站我觉得很圆档失路 但只需要操作一次 请大家跟着我一步一步去做就可以了 首先打开 console.cloud.google.com 进入了这个网站之后 如果第一次进入的话 要同意条款 还有它有送300 个 Credits 作为一个试用活动 但如果你选择了这个的话 你要填上线的资料 因为如果用超过了的话 它就会扣你费 这个就要看大家个人需求去决定 点击上面的 Select a Project 再点击 New Project 项目的名字我就随便就可以了 我改为 NAN Workflow 点击 Create 然后等它建立完成 可以在这里点击 Select Project 又或者点击 Select a Project 确保已经选择了刚才建立的 NAN Workflow 左边有个 API and Services 点击了之后搜寻 Google Drive 见到 Google Drive 的 API 就打开它 我们需要用到 Google Drive 的 API 所以就点击 Enable 把它启用一下 需要等一会儿 然后按左边的 OAuth Consent Screen 按下来之后就按 Get Started 按了 Get Started 之后 同样就输入个名字 例如是 NAN Workflow User Support Email 就选自己的 Email 就可以了 然后就 Next 你只可以选择 External 因为应该是 Google Workspace 最后才有 Internal 概念 接下来 Next 接下来 Contact Information 填自己的 Email 再选择 Next 再按 Agree 然后就选择 Create 这样就可以了 第二步很重要 选择 Audience 由于我们这个 App 只给自己用 所以要在 Test Uses 里面填上自己的 Email Address 如果不设定的话就无法验证 继续 在左边的 API and Services 里面 可以见 Credential 在这里就建立 API Key 在上面去按 Create Credential 接下来按 OOF Client ID Application Type 选择第一个 Web Application 例如我在这里把它改名做 NAN 然后我需要填寫 Authorized Redirect URLs 这是 OOF 的认证标准 我们回到 NAN 里面 复制它提供的 OOF Redirect URL 然后贴在这里 接下来点击 Create 接下来这个画面不要急着删除它 因为如果你错过了这个画面 你就复制不到 Client ID 和 Client Secrets 你就要重新做刚才的步骤了 好了,分别把 Client ID 和 Client Secrets 都贴到 NAN 对应的栏位上 接下来看到 Signing with Google 按钮出现了 按钮之后就会弹出一个视窗 选择自己的账号 然后就会出现 Google Hadsen Verify This App 的提示信息 由于这个 App 是刚才我们自己建立的 所以我们会信任自己 点击 Continue 就可以了 按了之后有些权限设置 在这里选择 Select All 就可以了 接下来点击 Continue 然后就会连接成功 你见到绿色的信息也是提示连接成功的 然后我们就设置好 Google Drive 的 Credential 下一步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打开 Drive.google.com 正如刚才我们介绍的结构 我们会用 1920x1080 作为第一层之处的名字 选择 New Folder 建立一个新的 Folder 就叫做 1920x1080 然后在里面分别建立 Inbox, Compressed 和 Original 这三个 Subfolder 建立完这三个 Subfolder 之后 我们回到工作楼里面 你会见到有 Select a Folder 这个选项 就是要选择监听哪个 Folder 按下这个选单 再选择 Inbox Watch For 选择 File Created 即是当有新档案上传到 Inbox 的时候 然后试试 Fetch Test Event 目前获取不到任何资料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就在 Inbox 上传一张图片 然后我们看看这张图片的资料 显示它的尺寸有 6000x 4000 是这张照片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次 Fetch Test Event 今次见到我们有资料回来了 找到一个档案 档名也是刚刚才上传的图片 下一步,我们要把它移动到 Original 这个 Folder 里面 新增下一个字点,搜寻 Google Drive 然后选择 Move File 将上一个字点里面,档案的 ID 移动到 File 的栏位 而 Parent Folder 设置为 Original 这个 Folder 我们再试试一次 在 Google Drive 那边 Inbox 里面有一张图片 现在我们行动这个字点 图片便会移动到 Original 里面 运动到 Original 里面 运行后我们暂时见不到错误 我们回到 Google Drive 那边看看 见到 Inbox 里面没有了的档案 回到上一层,再进入 Original Folder 里面 见到照片已经在这里 所以这一步便完成了 下一步我们需要下载图片 要如何操作呢? 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 ID 顺便介绍一下 Pin Data 功能 Pin Data 功能 即将这个字点的结果钉起来 钉起来之后,如果你再运行它 其实它是没有实际執行的 但会给你一样的结果 在这个例子里面 即是它不会再移动你的档案 在测试过程里面,这个功能很好用 下一个字点是什么呢? 下一个字点同样找到 Google Drive 然后要下载一个档案 将这个档案的 ID 移过来 然后点击 Execute 你会见到对应的图片出现在右边 有一个 View 按钮 按一下便会见到这张图片 这就是第三步 第四步会做什么呢? 新增的截点搜寻 Image 选取 Edit Image 的截点 这里有很多功能 例如 Blur, Border, Resize, Apply Text to Image 等等 选取 Resize Image Property Name 是 Data 对应左边便可 是对的 然后闊度设定为 1920 高度设定为 1080 这里有很多 Resize 选项 例如 Ignore Expect Ratio 即是它会把图片拉长 去到我设定的 Exactly 幅和高 Maximum Area 和 Minimum Area 即是维持比例的缩放 Options 里面可见到 例如转换图片格式的设定 暂时我们不理它 然后点击 Execute Step 再点击 View 看到是同一张图片 但是它的容量已经小了很多 还有最后一步 就是上传这张结果的照片 去 Google Drive 指定的 Folder 里面 搜寻 Google Drive 然后选择 Upload File Input Data Field Name 次之为 Data 一旦来自上一个节点 图片的参数名 File Name 应该用同一个档案的名 要如何操作呢 在左边 切换 Schema 显示方式之后 可以找到上一个节点 甚至上几个节点 都可以看到原先的档案名 找到原先的档案名之后 只需要把它拖拉到 Founding 图片上就可以了 Parent Folder 选择 Compressed 因为这是结果的资料夹 然后我们去 Execute Step 回到 Google Drive 看 Compressed 这个资料夹 便会看到一张图片 容量大小只有 300 多K 看看 File Information 确定是同一张照片 现在大小是 1700 多 x 1100 多 因为按照比例去压缩 所以便变成了这个长阔比 现在我们是确定到 我们可以成功做到缩图功能 我们试试再加多一个功能 如果除了缩图之外 我想再加水印 将 Edit Image 这个节点的 Operation 转为 Multi Step 第一个步骤 同样地就是把它压缩做 1920 x 1080 然后再加多一个 Operation 选择 Text 文字就写 Just for Test 文字颜色则定为白色 放在左上角 Position X 则定为 50 Position Y 则定为 100 字体例如是 Arial Black 文字大小则定为 36 现在共有两个动作 先将图缩细,再加文字 设计一下 再运行一下上传档案的节点 现在回到 Google Drive 试一试 新上传的图片 可以见到左上角 有 Just for Test 文字 测试过后 现在我们准备把工作楼真正的运行 先清理一下 再将我们刚刚才辨出的节点 Unpin 回到 然后储存一下 再按一按上边的按钮 去Activate Workflow 会出现一个提示框,证明已经成功运行 现在这个工作流就真正正正自动监听 Google Drive 上的 Inbox 这个 folder 然后我们在 Inbox 这个 folder 上传一张新的图片 回到 NAN 里面,在 Executions 这个 tab 里面等一等 因为现在 Google Drive 这个 Trigger Note 的设定是每分钟去检查一下 Inbox 这个 folder 有没有新的档案 现在的状态就转为 Running 了 然后就 Success 去 Google Drive 里面重新整理一次 Inbox 上的图片已经不见了 在 Compressed 的资料夹里面,就可以看到一张新的图片 这就是压缩后,加上文字之后的图片 而在 Original 的资料夹里面,也可以看到原图 到这里,整个范例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分享更多关于工作流的实例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都欢迎提出 还有记得 Like, Subscribe, Share 和 Comment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